真的太卷了 好看好开好智能 8年卖了180万辆 10到15万价位内 必然买的类型 房伯好啊 今天呢我们又来探店了 来到了极力的色域店 看看这台新的博越L 你如果稍微关注一下国内汽车市场的话 你会发现这几年的家用市场 真的太卷了 打开汽车VPR输入10到15万SUV 这两个选项 出来多少款车呢 接近200款 可以说真的太卷了 如果没有点特色的话 必然是面临着市场的淘汰 那一台称值的家用SUV该怎么定义呢 很多说空间大 动力好 配置多 价格实惠 保有便宜 那有没有具体参考对象呢 今天跟随我奶爸的视角 来看看这台新博越L的变化之处 按照三年小改 六年换代的这种更新策略 新博越到现在呢 也就两年的时间 属于年度改款的车型 外观上呢 基本上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 整体设计呢 也是比较偏年轻化 符合一些刚刚拿驾照的年轻消费群体 整个前脸设计 还是非常的年轻化 车头上方呢 有一个贯穿式的灯带 它带灯鱼 以及迎宾的功能 大灯呢 都是RE的光源 并且近光灯的照射亮度 达到了178流行 远光灯的照射距离呢 达到了168米 也可以说这个LED大灯啊 在夜间的照射效果非常好 那车人尺寸方面 这台车长呢 接近4.7米 车宽呢 1.9米 车高1.7米 轴距呢 达到了2777毫米 这个尺寸呢 已经达到了中型SUV的范畴 但是吉利给它的定位呢 依然是在紧凑型的SUV 与星远而一样 都是采用了 以大打小的策略 当然这个尺寸的车呢 并不占车位 这张停车呢 也是比较方便 那外观的变化呢 就这么多 接下来呢 我们去车内看一看 那来到车内啊 先说几个变化点 第一点呢 就是增加了 空调后视镜的实体按键 这个改进呢 我觉得才是一台 家用SUV该有的本质 你想啊 家用SUV肯定不止家里边 男司机一人开对吧 有时候老人媳妇也会开 这些按键的加入呢 其实让操作的时候 便利性更好一些 第二点呢 就是升级了负驾区域的配置 增加了电动腿托 按摩通风 加热机的功能 那相当于女王负驾了 比如说在通勤逛街之后 媳妇累了 可以调整到一个 比较舒服的一个姿态了 并且负驾的头顶处 还升级了光影墨镜的张板 这个也是比较高级啊 那第三点呢 就是升级了自动泊车 以及遥控泊车的功能 我觉得这两个功能啊 对一些新手资机来说 特别友好 那在其他方面 新博越R2整体的设计呢 其实还是沿用了老款 整个中台大面积 采用了这个钢琴烤漆面板 以及方导皮的材质啊 覆摸上去非常的舒服 另外呢 全景预表中台大屏 包括抬头显示的功能呢 也统统给到 车机系统呢 采用了815芯片加持 所以它整个的反应速度呢 也是比较高 集成的功能也是比较多 在十多万元的价位当中 这个配置啊 真不多见 那接下来呢 去后排看一下啊 后排呢 还是非常的宽敞的 因为它毕竟是一台 中型SUV的尺寸了 对吧 它的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非常的宽敞 其次呢 整个的座椅的舒适度 坐得非常好 坐垫靠背很柔软 并且它的坐垫长度也很长 对于腿部的乘坐效果呢 也是非常的理想 然后呢 就是我觉得这台车 对于后排成员的照顾呢 也是比较到位的 它配备了空调的充分口 以及Type-A和Type-C的充电接口 这台车的空间拓展性 其实做得还不错 靠背呢 支持四六比例放倒 放倒之后呢 可以放大劲 也没问题 当然最重要一点 就是这台车的后备箱 盖板采用了双层的设计啊 这个设计可以说 扩收出更大的储物空间来了 动力方面 新博越L依然搭载的是 1.5T和2.0T的发动机 变速箱呢 都是七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那另外 我们从店内了解到 这台车的保小周期呢 大概是1万公里一保 保小的费用呢 大概是700块钱 可以说呢 也是性价比比较高 那通过以上的介绍呢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新博越L可以说是 10到15万价位内 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台SV 也更像是一台 全能的六边形战士 属于必掩买的类型 那新博越L即将在 5月19号正式上市 具体价格多少呢 欢迎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啊